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收盘总结 那么我们看今天的话 大盘还是围绕着4600点的话呢 反复震荡 在这个收盘前后啊 这个冲击了日内的高点 然后呢 这个向下的话呢 也打了9796点 然后现在盘后的话呢 略微有所上收 主要是受谷歌业绩的影响 谷歌现在盘后的话呢 大概是涨了7%左右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 这个大盘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运行的格局呢 还是比较健康 唯一的心理压力的话呢 就是前面4600点整出关口 前面这个压力 所以明天呢 美联储的这个议席决议啊 对盘面的影响呢 可以说啊 是这个 比较的 有多变性吧 主要呢 还是得看这个 华尔街怎么去炒作啊 也就说呢 找哪个借口啊 那当然呢 美联储这个事的话呢 咱们在这呢 大概说一下啊 最大的可能性啊 当然呢是基于我们 呃浅薄的理解了啊 那第一个呢 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加息25个基点啊 这个大家可能就 没有什么意义了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是不是最后的加息 或者说进入到加息末端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进入到加息末端的可能性更大 呃 最后一次加息呢 这种口气呢 我觉得美联储应该不会那么绝对的去说 啊 因为毕竟万一数据不好呢 他还是给自己留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啊 这个呢 是一种可能了啊 那另外呢说 呃会不会说降息呢 呃 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现在的通胀的数据 虽然从数据的角度上有所回落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呃这个民生方面的 比如说汽车加油啊 呃食品呢 这个方向的话 并没有出现特别明确的明显的下降 啊 然后呢 这个房价也不用说了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如果啊 有这方面的表态 恐怕啊 市场的话会出现反弹 啊 通胀数据会出现反弹 所以呢 总体感觉的话呢 这个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表态啊 应该说我们根据数据做调整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 呃 佐证就是前面几次加息的话呢 呃 鲍威尔都一直在强调啊 我们可能会保持一个限制性利率啊 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保持一个相对的高位啊 高息的状态啊 维持一段时间啊 维持一段时间啊 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 可能啊 美联储的明天的议席决议加25个基点啊 然后呢 这个呃 接近尾声 这个不用他说 咱们大概就知道啊 所以说呢他说 是不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呢 应该不会啊 应该不会 然后呢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降息的问题应该不会提啊 应该是会强调保持一个限制性利率一段时间啊 要看数据做决定啊 这是我们总体的预判 那好了 那明天大盘的话 怎么去表现 比如说啊 我们大盘啊 黄尔街说我们想往上干啊 干脆就往上跳 往上杀 对吧 一鼓作气啊 拿下这个啊 这个 历史高点啊 或者说再拿下一百点 那他就会啊 借助啊 类似于啊 加息啊 从字里行间揣摩 加息进入到这个末端啊 等等等等吧 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就是货币啊 这个政策啊 可能已经紧缩的这个问题已经接近尾声 那这个呢 成为一个炒作的借口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呃 如果说啊 我们现在大盘想调整了啊 充高回落 那么回落的话 就是说 借助于限制性的利率啊 如果说有限制性利率的这种层面的表态 那么未来 比如说像现在吧 我们看到这些报业绩啊等等的 都没有特别亮丽的啊 没有特别亮丽的啊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如果限制性利率维持一段时间的话 对于企业的获利估值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啊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呢 可能会成为啊市场调整的借口 所以呢 完全看市场想怎么来啊 想怎么来 但是至少今天呢 那到现在为止的盘后表现不错啊 这个呃 指数啊 期指的话呢 呃抖动啊 抖动的话呢 还是向4600点上方做尝试 然后呢 谷歌啊 这个刚才的话呢 看的是涨了7%左右啊 所以说呢 也是做了一个 呃 靠业绩啊 盘整之后靠业绩突破的这么一个姿态啊 短线的谷歌呢 压力可能在135美元左右 那这个咱们就看明天谷歌这个上涨 是不是能够延续了啊 那其他方向的话呢 比特币啊 在29200美元 4小时级别的话呢 交易重心向下行啊 咱们前面说过了 有好消息也好 大盘涨的不错也好 比特币始终不能上涨 那我们就看下跌了 那4小时级别的21周基金均线 作为相应的压制啊 短线的支撑的话呢 27,25,25,2党啊 黄金的话呢 今天做一个窄幅的调整 可以拿1950美元做资金保护 看一看明天议席决议 对于黄金的影响 个人感觉的话呢 如果加息进入到尾声啊 然后呢 有相关的表态吧 黄金的话呢 可能会进入到啊 一个上涨式的过程当中啊 有机会做上涨 呃 原油的话呢 今天是触碰啊 好像是差一点点79块9啊 这个没有触碰这个80美元 但是呢80美元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我们知道啊 有一个技术层面的压力 另外呢原油如果大幅的上涨的话呢 对于美联储或者说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啊 原油能源这一块的数据的话呢 影响应该是比较大 所以总体上感觉的话呢 呃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做减仓处理啊 咱们前面说过7070站稳啊 看多啊 那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呃应该是预阻了 应该做减仓动作 呃 然后如果做减仓了 可以拿四小时级别的55周期期限 作为一个跟踪啊 呃天然气的话呢 今天也是做了一个宽幅的震荡啊 然后呢这个盘中的话呢 呃出现了啊 这个上冲下席 做一个收敛的形态的这么一个动作啊 在他的四小时级别呢 我们说啊 这个下降旗行呢 基本上做了一个向上突破的状态 然后在30分钟级别呢 这个下降旗行呢 也有向上突破的状态 所以呢现在天然气呢 总体上来说 对于多头有利一点点啊 短线呢 可能就是3美元的整数管口 会有压力啊 那能不能再继续向上 那就看市场怎么来啊 那我有点矛盾啊 这个原来的名牌股啊 WN的话呢 我有一些底仓啊 很少成本也比较低 那他现在技术上来讲 后来再压力啊 天然气这两天表现不错 但是呢 他呢面对压力呢 这个迟迟不能够向上突破 所以呢 随时呢挂阴线做调整 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呢 嗯 没有给没有给我一个回补的机会吧 所以呢 这个我就继续看了啊 不给回补机会的话 我就继续看啊 然后AI的话呢 今天是盘中啊 做了一点点上涨的动作啊 那么在冲击了41美元之后的话呢 嗯 还是这个 嗯 这个预阻啊 有调整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从目前的这个盘中走势的总体感觉上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啊 这个这个板块还是有机会啊 所以呢综合来判断的话呢 我们就看明天啊 美联储的一期决议 对盘面的总体影响啊 这个是一个综合作用啊 那这个上期视频的话呢 5389 谢谢啊 然后呢 还有一位朋友呢说啊 大多富有的加密货币怎么怎么回事啊 这个呢 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力啊 在这上就不多赘述了啊 呃 反正啊 钱是自己的啊 然后这个下面这位朋友的话呢 说波音迪士尼可以买入吗 波音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啊 他的这个公司质地啊 或者说财务状况啊 呃 总是那么差那么一点点啊 差那么一点点 总是不给人一个决心吧 但是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啊 如果呃 大盘如果想冲关的话呢 呃 会动用波音啊 所以呢 波音的话呢 呃 如果认可 比如说202啊 或者说前两天的低点207啊 如果认可这个资金保护的话呢 我觉得倒是可以尝试啊 当然如果出现突破性的现行的话 再再进场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呃 迪士尼的话呢 我不太建议啊 迪士尼不太建议 迪士尼的话呢 前一段时间啊 业绩之后跳 啊跳完之后往下走呢 呃 有那么一些成交量 但是有了这些成交量之后啊 并不能够促成向上的动作 反而的话呢 会有一个向下破位的这个动作 所以呢 我个人感觉迪士尼在这个位置上呢 呃 再加上他总体的这个位置 啊 我个人感觉呢 不太建议在这边上买迪士尼啊 不建议啊 不建议 这个周线的趋势啊 并不是太好啊 并不是太好 好吧啊 那就非常的感谢大家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这个明天直播啊 这个录播的时候 上给予大家啊 这个我们这个简要的回答啊 那就再次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